陸軍官校百年消遣活動 總統賴清德漢話 絕不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讓前總統馬英九又撿到槍 馬英九辦公室新聞稿 以人民要避佔總統 不是引戰總統為題 不僅批評賴清德傾向尋求戰爭 還強調首戰及中戰的說法 是前總統蔡英文任內的 國防政策研究院報告 指出解放軍打仗求勝的戰略目標 所以賴總統是指責 蔡總統時期的研究是投降主義嗎 賴清德總統從頭到尾都沒有引戰 他所呈現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如果你去認真看當時國防部報告 還發了聲明澄清 是引用中國他們的判斷 認為首戰及中戰 引用但不代表國防部立場 面對麻煩指控 民進黨跳出來反擊 根本是誤會國防院的分析報告 攤開2022年的國防院報告內文 上面明確寫出 中國強調首戰及決戰 讓美軍未到戰事已定 當時國防院也發聲明強調 整體語意是說明中國解放軍的戰略指導 並非預測戰事結果 馬英九辦公室雲目混珠式 他引用了中國首戰及中戰的說法之後 呼應了首戰及中戰的說法 盛臺進一步說 美軍不會來幫忙台灣 這就是投降主義 知不支持國軍 知不支持我們應該要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才是馬英九辦公室 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不要再用中國的論述 假裝這不是他的論述 論述投拼馬辦根本斷章取義 喊話別再套用中國論述 對台灣進行大外宣 林盛文說 我是堂堂正正的 我是大道地的台灣人 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這句話講出來之後 星期六下午 那個微博當中 還有各個地方的網路 都在罵林盛文 有人說林盛文不要用這個方式 到中國賺錢 因為很多人說 錢 什麼錢 不是代言人 是因為一直也都知道說 有所謂的 馬辦啊 聯辦啊 這些賺錢的事情 那你也是國民黨 你怎麼看 講聯盛文之前 我們現在來回應一下 那個首戰及中戰的事情 其實這個 如果賴清德總統今天 他在黃埔軍校 他講話的時候 就說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首戰及中戰這種威嚇主義 或是這種老共的威脅的話 馬辦不會跳出來回的 所以後面加了一個投降主義 那投降主義之後 你也不能怪馬辦 為什麼要對他入座 為什麼 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馬英九前總統 他當時的確就講了一句 他就說什麼 中國大陸攻台的戰略 極視首戰及中戰 那一旦發動戰爭的話 美國來不及來 可能會被殲滅 類似這樣的話 我也怪我不 怪我不 沒有很禮貌 明明剛剛上那一段話 我們回到上面那一章 一就說我不接受 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他說我不接受啊 對啊 沒有啊 所以這大家都看到啊 賴清德是不接受投降主義 拒絕首戰及中戰這種事情 我們要增加我們軍事國防武力 這是大家的共識 對你剛剛也說出了主流名義 但首戰及中戰 這是老共的戰略沒有錯嘛 那誰投降 投降主義是指誰 當然不是民進黨啊 所以也不是馬英九 馬英九也不是這樣講的 你根本也沒有講到馬英九啊 對啊 所以所以問題是 所以後來為什麼馬半跳出來 回的原因是 對號入座 馬半是一句話入座 但他的意思是說 當時為什麼馬英九要提這句話 是因為蔡英文時期的 國防部的一個國防武力報告書 軍事武力報告書裡面 有提到中共這個戰略 所以馬英九 前總統當時認為說 如果今天政府有這個 就是擔心首戰及中戰 這樣的事情的話 會反而會這個所謂的 把整個策略變成說 我們要在戰場上決勝負的話 他認為當時還是應該回到 避戰的部分 就回到長期國民黨的邏輯 所以怕跟投降的是誰 沒有人怕 沒有人投降 我們要避免這樣子的戰況 所以你說馬半也不認為 自己是投降主義 馬半也馬半只是引用了 當時國防武力 他也沒有投降主義 他沒有他只是說 我們要尋求另外一條路 他不是說要投降 所以當然當然賴清德總統 現在講得太過頭 沒有啦 不是馬英九可以出來講 支持兩個字就好 還有更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出來講 跑出來反對賴清德 就表示他不同意 而且他為什麼可以移花接木 亂用邏輯說 這個叫引戰總統 馬半憑什麼這樣講話 非常惡劣 非常繼續惡毒 貼標籤 制造民心恐慌 所以我今天直接說核心來講 就是說首戰及中戰 他沒有人在支持說 認為這句話叫做投降主義 也沒有人在中華民國 跟台灣的境內 他幫馬半做延伸解釋啦 沒有啊 他跳出來只是他去解釋 這個這句話的起源而已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賴總統的投降主義的這句話 一直覺得他怎麼了 你支持馬英九的講法 你說不接受首戰及中戰 沒有 那個是賴清德的講法 你支持馬英九的講法 他說賴清德是引戰的總統 你接受嗎 你覺得我拒絕投降主義是引戰總統 我覺得引戰總統 就是我老實講賴清德講出這句話 避免首戰及中戰 我不認為他是個引戰 但是他的確是讓彼此之間 進入其一個所謂軍備武力的一個競賽 那這個競戰本來就是 我們應該也應該去做的 那汪曉玲質詢國防部長 要求他反攻大陸 你認為他是不是引戰委員 好啦 那我們就將回來進到所謂的 當然如果是反攻大陸 當然是我們主動的發動戰爭 那就可以 好 但是我們要回到歷史的部分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話題 連勝文 我們再問下去 他可能說我要走了 沒有沒有 我只是還原一下就是彼此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都忠實的意思 我們沒有人打算要在這個時候 什麼投降幹嘛 就是不用去扣帽子 我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回到連勝文翻篇 好 開始 好 我們回到連勝文部分 就兩個都是國民黨深水區 來 我們深水區 連勝文講這句話 好 因為就是說 為什麼他這段話 其實不管是台灣中華民國裡面的民眾 跟大陸的小粉紅都不太能接受 因為有一點點裡外不是人 兩邊不討好 因為你一方面說我是台灣人 那一方面又說是自己是中國人 當然從小粉紅立場會覺得說 沒有啊 那你就說你中國人就好 幹嘛要講說道道地地台灣人 那台灣人的情感就會覺得說 老實講 現在這句話你放到三四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好了 但不會有人覺得有什麼奇怪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那個什麼 民意調查的時候說你既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在多數 大概二十幾年前都是這樣子 那回到現在的時候 如果進入民意調查 你以前小時候那個作業部後面有沒有寫 堂堂正正的中國 有啦 就是小時候那生資本 對對對 我也有 那疫情小時候說自己是台灣人的聲量比較低 對 這起來越來越多對不對 所以回到現在 我們就以現在來講 你走到路上 包含我剛剛講的民意調查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或是你是不是 即使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比例應該 應該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應該已經這個接近各位數了吧 就極低嘛 那極低的情況之下 當然現在回到台灣的這個政治環境 跟我們一般的社會環境的時候 我們在對外講說 我是一個中國人 如果你年紀很大 好 你是長輩 你過去有這個情感歷史因素的話 我當然能理解 但不代表說我接受這個事情 那我尊重你過去的情感歷史 那回到連勝文 他這樣講的話 當然台灣民眾就會覺得說 可是沒有啊 我們不覺得我們自己 現在叫中國人 但連勝文這一番話 反彈最大的是小粉紅 因為台灣人都認為說 他應該講這樣的話 是犧牲平常也很多次了 受不了是小粉紅 我覺得還是要講 回到連勝文 他自己的家族背景 他們祖先從福建 然後三百年前來台灣 然後後來又陸續有在中國到福建等等 他們經商 或者是這個辦報紙等等 他有他家族的歷史背景 以賣台為榮 所以怎麼賣台 這個當時就是這個他們的經營 然後所以呢 當時的經營 錯錯錯錯錯錯 對不起我還是要猜這個 連橫的遺言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翻成白話文就說 我沒有什麼橫產留給你們 我就只有一間破屋子 OK 很破的房子 那我請問你 兩代公務員白藝怎麼來的 我再問一句好了 連震東如果沒有當內政部長 你們會賺那麼多錢嗎 怎麼你們家很多土地到處都好像都化成 化成馬路了還幹嘛 在台灣發達的 怎麼會這樣子咧 怎麼賺的啦 全世界告訴我哪個兩代公務員賺百億的 其他公務員你們忌不忌妒 羨不羨慕 告訴我呀 委員委員請 不好意思 今天你很難打 沒有 老師想 連聖文他們自己家族的事情 當然有不同的歷史 跟過度不同的考據之後 你們有不同看法 那老師回到我身上 我是真的不清楚他們家族發生什麼事情 但按照他們過去的他們家族歷史 他按照他的脈絡去講出這句話 我也能理解連社人為什麼講這句話 但今天連社人如果回到國民黨 他是國民黨應該如果 應該還是副主席或是重要的幹部的時候 他講出這句話 雖然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在中華民國憲法 理下中華民國叫中國 這是國民黨部分人會這樣講對不對 但回到現實的社會 這句話講出去還是有點奇怪 這就回到現實 就現在我們怎麼樣去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硬要回去 當然憲法很重要 沒有錯 現在不修憲之前 我們都談得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底下 按照他的框架去做事情 但實際我們生活裡面在講到說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好像會有點奇怪 那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就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汪曉玲委員的事情 那中國的話 那我們就是秋海棠地圖 外蒙古也是我們的 那我們就要反攻大陸 那事實上現在到我們此時此刻 兩岸之間關係跟兩岸之間的經濟 跟軍事實力等等 或者是我們自己老百姓的想法 我們還有要反攻大陸 那如果大家沒有要反攻大陸的話 沒有要追求所謂的 目前的武力的方式統一的話 兩岸之際要怎麼交流 不是應該更實際的 按照目前中華民國 類似在台灣的 這樣子一個 一個輪廓範圍 就是好好不同的治權去進行談判 而不是在話語上 就是說對我還是中國 然後怎麼樣 回到民眾的來說 民眾其實相對的 聽起來會有一點便扭 有會覺得有點好像不符合實際 那當然在論述上 以及未來在選票上 如何吸引所謂的 真的在地的民眾的支持 當然會越來越有距離感 稍後回來來看這一段 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這英國金融時報說 之前之前人士透露 習近平曾經對這個 歐盟支委會的主席 馮德萊恩說 說美國要刺激他來打台灣 習近平也向手下官員 發出類似的警告 但習近平說 你美國要刺激我攻打台灣 他不會上當 這個新聞 您如何解讀稍後回來